有些经典非常深奥 比如大家常说开悟的冷言成佛的法华 如果仅靠文思就可以开悟的话 为何还要修家行呢 另一方面 家行修法最后阶段的上世瑜伽 据说也可以使人直接成就 如果家行能成就的话 又为何还要文思那么多理论呢 是不是这两个二选一就可以了 不是 这个可能他理解上有一点点 就有一点点出入 是没有人说这个光 仅仅是靠文思就可以成佛了 没有人这么说了 这个不知道是 可能有可能是用从光上去来的 所以文思光是靠文思还不行的 文思以后呢 文思就是只不过就是去学习 修行的方法而已 那你修行的方法学了 学了以后呢不修行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啊 学个方法然后呢不修 那有什么用没有用啊 比如说你理论上学个某一种机能 但是你都不去实际的 但是你都不去实际的去做实际的去行动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这样子 第二个呢他就说这个比如说上师瑜伽也可以这个称佛 那是上师瑜伽如果是修得特别好的话呢 在上师就是光是靠上师瑜伽 他有可能是真的是开悟了 但是这种人像这个毁能大师这样子的根基特别好的人啊 他有可能这个上师瑜伽修好了以后呢 就是后面呢就是上师就给他一点点指点啊 这样就证悟了 或者是没有上师指点啊 那他也就证悟了 那如果是他这种这种方法证悟了的话呢 那他需不需要再去听呢 那听不听都可以的 比如说他听啊 他要想接受一下 比如说其他的灌顶啊 完整的传承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想得一些这些传承的话 那他还是要去学还是要去修 如果他觉得是开悟了以后呢 他就不想有这么多的传承啊 不想学这么多东西 他自己去修心曲啊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 就是一个上师瑜伽就可以成就了 对其他人呢 就除了上师瑜伽以外 还需要其他的这些真心的修法 要去学习 学完了以后呢 要去修 有些人呢 就是通过这个上师瑜伽就证悟了 那这个证悟的人呢 他不想学也就 也可以不学了 他已经证悟了 那像比如说啊 这个词里面说到开悟的能言 成佛的法华 这个对这个佛经的定位是指他给了一个开悟和成佛的方法 是吗 他不是 就比如说开悟啊 这些这些佛经呢 比如说成佛啊 这个开悟啊 就是这些佛经就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是只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这个法华 你也得要成佛也得要开悟啊 不开悟怎么成佛呢 那还是要开悟的 那开悟了以后呢 开悟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为了成佛啊 如果开悟开悟了不成佛的话 也也没有用啊 所以呢 这个开悟了以后呢 也得要成佛 实际上这些都是 就开悟也就要成佛 成佛就是需要开悟 实际上就是这些都是 都是相互都是一样的 通的 但是 可能有些时候对某些人呢 就可能就他发挥的作用有点不一样 总之呢 就是这个理论 学了之后还是得修 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对对对